正在听公司高管汇报工作, 几年没人聊天的高中同学群, 突然有人疯狂爱特我。 叶辰,你没看到轩哥的朋友圈吗? 他今天结婚,你都不参加吗? 看着不断刷屏的群消息, 我才知道,高中班长周子轩今天结婚, 班里所有老同学都去了。 不好意思,我公司最近很忙,没有时间。 我一本正经的解释, 却遭受群里大骗攻击。 你能忙什么? 几百年都不发一次朋友圈的人, 肯定混得很惨吧? 就是,怕丢人就直说, 装什么大忙人? 一定比你的优秀吗? 我实话实说,不记得了。 见状,其他人纷纷嘲讽。 人家轩哥的老婆可是上市集团的女总裁, 结婚自带上亿的嫁妆吗? 怎么,你混得太差, 娶不到老婆,怕丢人, 所以装失忆? 该不会是穷的连分子钱都拿不出来了吧? 要不你发个众筹, 求我们给你凑一点。 在大家的炮轰中, 周子轩再次艾特我, 装模作样打圆场。 我希望你能来参加我的婚礼, 见证,我幸福的时刻。 看在同学一场的份上, 到时候我让我老婆给你安排个保安工作。 说完, 她发了张和她老婆的婚纱照。 看到新娘的照片, 我惊呆了。 这不是我的败家老婆苏寒烟吗? 行, 我一定去见证你们的幸福时刻。 刚回复完周子轩, 就收到苏寒烟发来的微信。 老公, 今天我回老家看到我爸妈, 饭菜我已经提前给你做好放冰箱了, 到时候, 你拿出来热一下就能吃了。 爱你哦, 宝贝。 苏寒烟跟我结婚三年, 虽然花钱如流水, 但总能面面俱到地照顾我。 即便出远门, 她也从不忘给我准备好日常生活所需。 我以前总会被她这些暖心的细节感动。 但此刻, 我只觉得可笑。 我提前结束了会议, 根据周子轩发在群里的结婚地点, 开车赶往了她老家。 隔老远, 就看到周子轩老家的酒店门口, 挂着一条巨大红色横幅。 恭贺圣鼎集团总裁苏寒烟女士, 新婚快乐。 横幅之下, 周子轩穿着一身高定西装, 翘首等着新娘到来。 她的身边围着一群高中老同学。 轩哥, 你藏得也太深了吧, 直到结婚才让大家知道你女人竟然是圣鼎集团的女总裁。 对啊, 苏总可是出了名的女企业家啊。 你可真有本事, 竟然能娶到这样优秀的白富美。 轩哥, 你马上就要入主豪门了, 以后可别忘了咱们这帮老同学啊。 就连高中班主任都对着周子轩讨好道。 子轩, 老师第一眼看你, 就知道你以后肯定大有出息。 所以, 你高中成绩不好, 老师从没批评过你, 还让你当班长。 因为我知道, 你是天生富贵命, 根本就不需靠成绩说话。 周子轩傲然享受着同学和班主任的吹捧, 向之骄傲的攻击。 苏寒烟和我结婚后, 一直说想要闯出一番属于她自己的事业。 我初前给她开过奢侈品店, 美容院, 瑜伽馆等等。 但无一例外, 全都倒闭了。 她却越挫越勇, 开店失败后, 又说要创业, 当女总裁。 我便将名下最小的盛顶集团交给她打理。 没想到, 这竟成了周子轩炫耀和被吹捧的资本。 见到我来了, 刚刚还积极羡慕的老同学, 瞬间皱紧了眉头, 一脸嫌弃地看着我。 其中一个周子轩的小跟班, 看到我身后的车立马跑过来, 讥讽道, 叶辰, 你也太虚荣了吧, 为了来参加轩哥的婚礼, 还特意租了两劳斯莱斯来冲面子。 文言, 其他人也比一道, 难怪好意思跑过来, 原来是想来装逼, 这车租一天, 起码要你半年工资吧。 有些人真是喜欢打肿脸充胖子, 你再怎么装富, 难道还能富得过轩哥的总裁老婆? 就是, 承认别人比自己优秀就这么难吗? 犯得着为了那点攀比心, 特意去租豪车来装逼, 面对众人的贬低, 我面不改色道, 这是我自己的车, 话音刚落, 周子轩忽然走到我面前, 狠狠一拳挥在我脸上。 你的车? 这明明是我老婆的车? 我早怀疑我老婆在外面养了个小白脸, 没想到是你这废物。 你这臭不要脸的软饭男, 竟然还敢开我老婆的车来我的婚礼现场, 挑衅我这个正牌老公。 突如其来的一拳, 把我打猛了。 那些老同学也不禁瞪大了双眼, 轩哥, 这车是你老婆的? 真的假的? 周子轩一脸傲然, 这还能有假? 说完, 他掏出手机, 翻出几张他和苏寒烟的合照。 有他们坐在车里的贴脸亲密照, 也有他们坐在引擎盖上相互依偎的照片。 照片上, 车内细节和车牌照都拍得清清楚楚, 和我这车一模一样。 见状, 众人顿时唏嘘了, 还真是轩哥老婆的车。 那叶辰是软饭男小三无疑了? 周子轩狠狠瞪着我, 冷力出声。 难怪你这么多年没发过朋友圈, 原来是吃软饭去了。 闻言, 其他人也忍不住开口了。 真看不出来啊, 叶辰表面看起来人模狗样的, 竟然靠女人吃起了软饭。 就是, 亏我高中还以为他是高冷学霸, 给他写过情书呢, 现在想想都觉得恶心。 有些人就是表面看起来高冷, 背地里不知道多下见呢, 一看到富婆就跟发了情势的巴不得跪着走, 还敢把金主的车开到人正牌老公面前来挑衅。 我看他就是见不得轩哥好, 存心来破坏婚礼的, 就连班主任都一脸鄙夷地看着我, 厌恶道。 叶辰, 以后你出门在外, 千万别说你是我的学生。 我可没教过你这种道德败坏的学生。 众人的议论和讨伐, 引来了许多围观者, 一个个对着我指指点点。 甚至有人拿起手机对着我拍照录像, 往我身上吐口水。 我脱下身上价值百万的外套, 丢进垃圾桶。 随后直面周子轩, 事情没搞清楚你就当众打人。 你还真是无法无天啊。 周子轩趾高气昂, 打你怎么了? 无法无天又怎么了? 你开着我老婆的车来我的婚礼现场, 不就是来逃打的吗? 说着, 他看向我身后的劳斯莱斯, 怒气冲冲地骂。 我生平最讨厌小三了, 吃软饭的男小三更是男人之耻, 更加该死。 说着, 他掏出一把钥匙, 在我的车身上用力画出了几个大字。 小三该死? 我扫了眼那几个醒目的大字, 凌冽道, 马上你就会意识到, 这四个字, 有多讽刺。 听我这么说, 周子轩更欺诈了。 你这废物, 抢我女人, 还敢在这阴阳怪气笑话我? 一想到我老婆的车, 被你这种不要脸的软饭男开过, 我就恶心。 说着, 他从路边捡起一块砖头, 对着我的车, 就是一顿猛砸。 车窗, 车灯, 引擎盖, 哪哪都不放过。 轩哥可是未来的盛顶集团男主人, 咱们可不能让他被叶陈这种下贱的软饭男给欺负了。 同学堆里, 不知谁大喊了一声, 大家便纷纷捡起衬手的家伙, 对着我的车卖力砸。 砸坏车窗之后, 他们甚至还钻进车内, 对着车座椅和内饰也疯狂乱话。 原本整洁干净的豪车, 请客间就被他们砸成了一堆废铁。 我看着这群疯子, 目光冰冷, 希望等会赔偿的时候, 你们也能像现在这般痛快。 没有人理会我的警告, 全把我当空气, 继续奋力乱砸。 这时, 周子轩的狗腿子砸开了后备箱, 惊呼道, 你们快看, 他后备箱里还藏了不少好东西。 周子轩走近, 随手拿出一幅画, 不屑道, 一个靠跪舔女人赚钱的低贱男小三, 竟然在这搞收藏, 装高雅。 建中, 我立即发出警告, 这些东西可比我的车柜多了, 尤其是那字画, 我劝你们最好别乱来。 后备箱的这些东西, 都是我从拍卖会上拍来, 还没来得及安置的藏品。 周子轩听到这话, 怒气更深, 这字画被你这种废物收藏, 简直就是一种亵渎, 你这种垃圾, 就只配拥有垃圾。 话落, 他直接当着我的面将字画撕得粉碎, 撕完还把它扔地上, 用脚横横踩了起来。 有董行的仔细观察了下字画, 警叫道, 这字画好像是齐白石的真迹, 听说拍卖会的起拍价都要三个亿啊。 周子轩理直气壮道, 三个亿又怎样? 还不都是我老婆的钱? 我老婆的钱就是我的钱, 我砸烂自己的东西, 有什么问题? 这话把我都气无语了。 先不说, 苏寒烟就是个花钱如流水的败家娘们, 之前开店不断倒闭就算了, 就算将圣顶集团交给他打理, 也因为他能力不足, 导致公司市值亏损了将近一半。 要不是他是我老婆, 我早把他开除了, 可偏偏周子轩和现场的这些同学, 都把他当成了出类拔萃的女总裁, 一个个对他仰恶不已。 有周子轩带头撕烂自画, 其他同学也不甘示弱。 纷纷对着我后备箱的藏品, 狂撕乱砸。 看着这群无法无天的疯子, 我默默掏出手机, 定位我的手机位置, 赶紧带人过来。 电话那头还没来得及回应, 周子轩的小跟班忽然抢过我的手机, 往地上狠狠一摔。 还想叫人? 你一个只会伺候女人的软饭男, 哪来的脸? 难不成你要叫一区你的富婆金主 来压死我们吗? 哈哈, 真是装逼装上瘾了, 大家都是老同学, 谁不知道你几斤几两啊? 就是, 你是垃圾桶投胎吗? 这么能装? 老同学们又开始嚣张大笑, 肆意讽刺我。 我看着地上被摔得粉碎的手机, 冷声道, 希望你们待会还能笑得这么开心。 文言, 周子轩一把揪着我的衣领。 你这废物, 还敢威胁我们? 说话间, 周子轩突然看到了我领口处的玉佩项链, 他目光一亮, 直接伸手快速扯下。 这项链一看就不便宜, 也是花我老婆的钱买的吧? 见状, 我脸色大变, 把项链还给我。 周子轩发现我特别在意这条项链, 不禁冷笑道, 这么紧张, 看来这项链价值不菲啊。 我急了, 赶紧道, 他不值钱, 但对我很重要, 快还给我。 说着, 我就伸手去抢夺, 这玉佩项链, 是我妈用命给我求来的护身符。 我自幼体弱多病, 五岁那年, 并未住院, 昏迷不醒。 就连医生都叫我爸妈准备后事, 我妈难以接受, 便去寺庙为我祈福。 为表成心, 我妈在四十度高温的炎热夏天, 一步一扣手, 一路从山脚跪拜到山顶, 跪到膝盖鲜血淋漓, 露出森森白骨, 磕到头破血流, 意识模糊, 才求的这条玉佩项链, 或许是苍天都被我妈打动了, 一直昏迷不醒的我, 竟奇迹般的苏醒了, 但我妈却因此一并不起, 临死前, 妈妈将项链交到我手上, 盯住我一定保管好它。 我万分珍惜这条项链, 从小就随身带着, 它是我妈用命换来的东西, 更是我的逆灵, 我绝不允许任何人破坏它, 你越在乎, 我就越要毁掉它, 不等我碰到, 周子轩将项链往地上用力一摔, 伴随着一道清脆声响, 玉佩四分五裂, 一块块碎片, 洒落遍地, 不, 眼看着我妈用命换来的东西, 就这样碎了, 我心如刀脚, 难以呼吸, 你这个畜生, 我忍无可忍, 直接一拳挥在了周子轩的脸上, 这一拳, 带着我满腔的怒火, 卯足了力气, 把周子轩打得亮腔后退, 就在我准备继续动手的时候, 其中一个老同学, 忽然朝我一脚踹来, 其他同学也一窝蜂冲向了我, 对着我拳打脚踢, 还敢打轩哥, 人家现在可是圣顶集团女总裁的老公, 就你也配, 就是, 不过是摔碎了你一条项链而已, 反正是你伺候女人赚来的, 到时候, 你多伺候几个女人不就行了, 至于这么激动, 不要脸的废物, 勾引别人老婆吃软饭就算了, 还敢主动打轩哥, 你真以为老同学好欺负是吧, 就连班主任都忍不住偷偷踹了我两脚, 我被打趴在地, 气得浑身发抖, 咬牙的, 你们会后悔的, 文言, 那群老同学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一般, 纷纷仰头大笑, 笑死, 你还当这是高中呢, 以为你是尖子生, 就能高人一等, 就是, 学习好有个屁用, 你现在不过是个被社会抛弃的垃圾, 都已经靠跪舔女人来赚钱了, 还敢威胁我们, 软饭男就该有软饭男的觉悟, 挨打就要立正, 你个臭不要脸的废物, 当软饭男挖墙都挖到老同学身上去了, 丢不丢人啊, 我要是你, 早就一头撞死了, 那些人将我死死摁在地上, 肆无忌惮嘲讽羞辱我, 围观群众也肆意批判我, 朝我不停地吐口水, 周子轩在众人的拥护下, 上前一脚踩在我脸上, 狂妄道, 后悔, 行啊, 我活到现在还没后悔过, 老子就等着看, 你这个废物, 能让我怎么后悔, 话音刚落, 上百辆豪车, 急迟而来, 停在众人面前, 紧接着, 一个个西装革履的男人, 迅速有序地走下车, 巨大的阵仗, 让曹杂的现场, 瞬间陷入了死寂, 那些摁住我的同学, 纷纷松手, 站直身子, 望向了那边, 就连周子轩都收回了脚, 目光聚焦到了豪车队上, 在全场人的注视下, 一名西装男走到头车旁, 恭敬打开车门, 紧接着, 穿着一身高定婚纱的苏寒烟, 从车内缓缓走下, 他身材窈窕, 留着一头丝滑的卷发, 外形美丽, 气质高贵, 一下子就吸引了全场人的目光, 这就是圣鼎集团的苏总吗? 对, 就是他, 真不愧是出了名的冰山女总裁啊, 结婚的出场方式都这么好喝, 你们看, 豪车后备箱都打开了, 里面全是现金嫁妆, 我去, 美丽多金又大方, 在所有人艳羡的赞叹声中, 周子轩得意洋洋的上前牵住苏寒烟的手, 老婆, 你真美, 能娶到你, 真是我前世修来的福气, 苏寒烟露出一抹笑意, 就你嘴甜会哄人, 见状, 那些老同学一个个上前, 纷纷献媚讨好, 苏总, 您好, 我开了一家小型的广告公司, 你们圣鼎集团要是有广告需求, 可不可以优先考虑考虑我, 这是我的名片, 苏总, 这是我们公司新研发出来的产品, 免费送给您去体验一下, 如果体验效果不错, 麻烦您帮我们反馈反馈, 苏总, 您好, 我是轩哥同桌了三年的老同学, 我早就仰慕您的大名了, 您看圣鼎集团有没有什么合适的岗位缺人, 我什么都肯学的, 苏总, 一时间, 所有老同学都竭尽所能地挤到苏寒烟面前, 用尽各种方法自荐, 看着往日的同学都低头哈腰在苏寒烟面前极力讨好, 周子轩脸上的笑意更浓烈了, 这种高人一等的感觉让他十分享受, 而苏寒烟则是敷衍的命助理收下所有, 似乎对这一切司空见惯, 这时, 周子轩的妈妈上前笑着对苏寒烟开口, 好儿媳, 你可算来了, 我们都迫不及待要娶你进门了, 快快快, 快进酒店完成婚礼仪式吧, 亲戚们都在等了, 苏寒烟点了点头, 正要和周子轩他们一起进酒店内, 突然, 一阵警笛声游远极近快速传来, 紧接着, 一群警察迅速下车, 立声开口, 不许动, 我们接到报警, 说这里有人剧中闹事, 故意伤害, 警察的到来, 瞬间将现场喜气洋洋的氛围打破, 那些老同学全慌了, 有的人连头都不敢抬一下, 生怕警察找他们的麻烦, 而苏寒烟则是微微一愣, 不解地看向周子轩, 怎么回事, 怎么警察都来了, 周子轩眼中闪过一抹心虚, 随后支支吾吾开口道, 我, 我同学他们说, 要给我惩治软饭男小三, 所以就教训了一个男人, 文言, 苏寒烟表情里浮现出了一抹不自然, 小三, 你明知道, 我心里只有你一人, 怎么可能在外面找野男人, 周子轩抿了名嘴, 一脸无辜, 好吧, 那应该是我搞错了, 但就算他不是你养的软饭男, 那也是个故意破坏我婚礼的王八蛋, 大家教训他, 也是应该, 那群老同学立马昧着良心附和, 对对对, 这家伙高中时就喜欢跟轩哥攀比, 一直见不得轩哥过得比他好, 轩哥好心邀请他来参加婚礼, 没想到他直接过来闹事, 就是, 他以前在学校就处处针对轩哥, 大家就是看他太嚣张了, 才忍不住教训他的, 这些同学今天的目的, 本就是跟周子轩打好关系, 现在有机会, 当然是不遗余力在苏寒烟面前贬低我, 抬高周子轩, 周子轩的妈妈也趁机劝说道, 我的好儿媳, 我儿子对你们的婚礼可是极为重视的, 那废物一来就在这各种捣乱, 不教训教训, 让你的面子往哪搁啊, 听完他们的话, 苏寒烟微微点头, 既然是欺负子轩的人, 那教训一番也没什么问题, 见苏寒烟都默许了他们的做法, 周子轩顿时就有了底气, 他挺直腰杆, 直面警察, 理直气壮道, 警察同志, 是有人先来我的婚礼捣乱, 我们被逼无奈才对他动手的, 文言, 警察微微皱眉, 直言道, 具体什么情况, 都跟我回警局接受调查细细交代, 听到这话, 那些参与打我的老同学又慌了, 不过, 周子轩依旧有恃无恐, 我不去, 今天是我结婚的大喜之日, 我才不要去警局, 说着, 他看向苏寒烟, 老婆, 你可是圣鼎集团的总裁, 人脉通天, 你快帮我跟警察说说, 文言, 其他参与者也向苏寒烟投去求助的目光, 对啊, 苏总, 您这么大的人物, 警察肯定会给您这个面子的, 今天可是您和轩哥的大喜之日, 要是让大家都去警局过, 那多点您的面子啊, 没错, 圣鼎集团可是咱们省名列前茅的大集团, 只要您一句话, 肯定就能解决这件事, 周子轩的妈妈也忍不住开口道, 我的好儿媳, 今天可是你和我儿子的大日子, 家里这么多亲戚朋友都看着呢, 可不能让咱们丢这个人啊, 面对所有人的紧张求助, 苏寒烟带着一股子傲气, 直面警察, 他犹豫了两秒, 随后速声道, 你们在大庭广众之下动手打人, 认识谁都没用啊, 再说了, 撕不撕了不是我说了算, 你也别为难我, 除非你们能取得受害者的原谅, 让他不追究, 听到这苏寒烟嘴角扬起一抹自信的笑, 那简单, 我就不信, 谁还敢跟我苏寒烟作对, 说完, 他看向周子轩, 你们打的人在哪呢? 文言, 周子轩立马带着苏寒烟穿过拥挤人群, 指着地上狼狈的我, 大声道, 老婆, 就是这个废物, 此刻的我被打趴在地, 身上脏污, 头发蓬乱, 苏寒烟都没认出我来, 他走到我面前, 敷衍地打量了一下我的伤势, 随后不屑道, 你就是经常欺负子轩的老同学吧? 我是子轩的老婆, 按理说, 你欺负了子轩, 是不可饶恕的, 但看在你已经被教训了的份上, 我就不跟你计较了, 今天是我和子轩的大婚之日, 我不允许出现任何意外, 看你也就是受了点皮外伤而已, 稍后我会给你一笔赔偿金, 这件事就这么私了, 你应该没意见吧? 苏寒烟的话语散漫轻飘, 态度更是都透着一股高人一等的傲气, 仿佛他这样的人物能与我交谈, 已经是对我天大的恩赐, 我没有理由拒绝他, 但我并没有回应他, 只是发出了一声冷哼, 见状苏寒烟微微皱眉, 怎么, 看你这样子是不太满意, 他顿了一瞬, 随后补充道, 算了, 看在今天是我大喜之日, 我也懒得跟你计较太多, 这样吧, 以后你要有什么事, 可以来圣鼎集团找我, 不管什么事, 我都会替你摆平, 这样总够了吧, 苏寒烟鄙的俯视着我, 眼底透着明显的厌恶, 仿佛是在看一个狮子大开口的小人, 闻言, 周子轩十分不满地对我道, 又没打死你, 你该知足了吧, 我劝你不要得了便宜, 还卖瓜呀, 要不是看在老同学一场的份上, 你还能有这待遇, 其他老同学也忍不住羡慕极度恨, 就是, 你还以为自己是高中时代那个人人吹捧的尖子声吗, 苏总愿意补偿你, 真是你上辈子记得了, 还躺在地上装什么呢, 赶紧起来跟苏总好好道个谢啊, 估计趴在地上偷笑呢, 苏总的恩赐, 怕是他这辈子最大的荣誉了, 因为苏寒烟所谓的补偿, 这些本就看我不爽的老同学, 此刻更气得牙痒痒, 好似我抢了他们的东西一样, 随着这些人的拱火, 苏寒烟逐渐失去了耐心, 他很不耐烦地对我道, 看在子萱的面子上, 我已经对你仁至义尽了, 我劝你不要太贪得无厌, 否则打扰到了我的婚礼, 别怪我不客气, 在苏寒烟的威胁下, 我忍着刺骨的伤痛, 缓缓站起了身, 随即直面苏寒烟, 咬咬开口, 苏寒烟, 你还真是好大的威风啊, 跟苏寒烟初次见面, 是在一个夜晚, 那天倾盆大雨, 我开车回家, 与大夜黑, 视线受到干扰, 苏寒烟突然出现在车前, 令我猝不及防, 我猛踩刹车, 但还是撞到了他, 见他整个人被撞得飞出去机密远, 我人都傻了, 赶紧下车想着送他去医院, 可他强撑着缓缓起身, 对我说了声没关系后, 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望着他一瘸一拐消失在雨夜里, 我的心被莫名牵动,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如此特别的女人, 于是我想尽办法去调查有关他的一切, 直到查出他原来就在我爸的公司上班, 我心里高兴极了, 觉得这就是缘分, 于是我当天就以实习生的身份, 混进了我爸的公司, 见到我出现在公司的那一刻, 苏寒烟的眼里明显多了一丝惊愣, 那时我才知道苏寒烟也是实习生, 刚进来不久, 他总喜欢戴着的大大的黑矿眼镜, 打扮朴素, 行为乖巧, 看人的眼神也清澈无害, 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呆萌, 但他工作起来却异常努力认真, 他说他自幼在农村长大, 吃惯了苦, 没有什么天赋, 只能靠毅力拼搏, 期待勤能捕捉, 他在公司是最卖力的一个实习生, 整天埋头苦干, 对工作没有一丝懈怠, 不管什么时候, 我总能看到他坐在电脑前聚精会神工作, 我被他的坚毅和认真打动, 原本没有做出成绩, 要面临开除的他, 在我的暗箱操作下, 提前赚了证, 那天他很开心, 整个人都散发了光彩, 变得精神奕奕, 转正后, 他更卖力地投入到了工作当中, 我很欣赏他身上那股坚毅不服输的劲, 在我的友谊接触下, 我跟他慢慢熟络了起来, 熟悉之后才发现, 这个看起来呆呆木木的苏寒烟, 竟也有调皮可爱, 温柔体贴的一面, 他会在我没吃早餐的时候, 将自己的早餐分我一半, 会在我胃痛的时候, 细心地为我端来热水, 递上喂药, 会在我心情烦闷的时候, 说冷笑话逗我开心, 跟他相处, 我总感觉很轻松, 很舒服, 即便两人什么话都不说, 他的存在也能让我感到心安, 不过, 我们突破朋友的界限, 还得从一次咖啡厅的巧遇说起, 那一天, 我在咖啡厅正常排队下单, 我前面的一个女人忽然指着我大骂, 说我摸她屁股, 当时整个咖啡厅的人, 都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我, 我距离力争, 没人相信, 监控也因角度问题, 没有拍摄到关键的细节画面, 所有人都大意凛然, 说要把我抓去警局, 就在我白口莫辩之时, 苏寒烟忽然拿着手机站了出来, 说她刚刚恰巧就在后面录像自拍, 拍到了那一幕, 士兵显示, 我从头到尾就没碰过那个女人, 事后, 那个女人自残行贿, 落荒而逃, 刚刚所有指责我的人都在给我道歉, 那一刻, 我妄想苏寒烟, 忽然觉得她身上绽放出了一股奇异的光彩, 令我挪不开眼, 后来, 我跟她表白了, 她欣然接受了我, 我们就这样开始恋爱了, 恋爱期间, 我一直以普通人的身份与她相处, 带着她看电影, 压马路, 逛公园, 玩转游乐场, 日子简单又快乐, 再后来, 我带着苏寒烟见我爸, 知道我是首富之子的那一刻, 苏寒烟显得紧张又拘谨, 我爸没有瞧不起她的农村出身, 当场表明不在乎什么门当户对, 因为在父也付不过我家, 她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对方必须全心全意爱我, 对此, 苏寒烟信誓旦旦保证, 自己一生只会爱我一人, 她还主动提出签署婚前协议, 但凡她对我有二心, 做了任何对不起我的事, 便净身出户, 我被她单纯的爱意深深打动, 婚后, 苏寒烟也一直对我很好, 温柔又细心, 力所能及的全方位照顾我, 为了支持她的梦想, 我想尽办法给予她所有支持, 甚至特意将圣鼎集团交给她打理, 只希望她能开心, 虽然公司被她打理得不景气, 但我也从未对她有过一丝怨言, 我满心想着, 只要我们两个能好好过日子, 只要她能一心一意爱我, 其他都不重要, 这么多年, 我一直沉浸在苏寒烟演绎出来的深情人设中, 我一度认为自己遇到了真爱, 现在想想, 只觉得讽刺又可笑, 所有的表情都凝固成了震惊和惶恐, 不等苏寒烟开口, 周子轩第一个出声, 叶辰, 你算个什么东西, 也配叫我老婆的全名, 老同学们也义愤填膺地教导, 就是, 别以为苏总愿意弥补你, 你就能肆无忌惮, 如果没有轩哥, 你在苏总眼里, 屁都不是, 没错, 就你这种不要脸的废物, 连见苏总一面, 都是奢望, 真以为自己是轩哥的老同学, 就能无法无天了是吧, 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德行, 面对众人的诋毁和贬低, 我内心毫无波动, 但苏寒烟的脸色却越来越难看了, 我面带戏血, 看着苏寒烟, 淡淡问道, 苏寒烟, 你听到了吗, 他们说我不配叫你的名字, 你觉得呢, 我随口抛出的问题, 却令苏寒烟双腿一软, 差点站不住, 他颤抖着唇, 正要开口, 周子轩忽然抢先道, 你这废物, 还敢这么勾老婆说话, 看我今天不打死你, 说着, 周子轩快步走到我面前, 扬起手, 就要抄我挥拳, 但苏寒烟快踏一步, 直接将他推开了, 周子轩仓促稳住身子, 不敢置信地看着苏寒烟, 老婆, 你配我干嘛, 难道你是心疼这个废物了, 还是说, 他真是你养在外面的软饭男, 这话一出, 现场瞬间哗然, 那些老同学更是瞪大双眼, 看着我和苏寒烟, 不是吧, 叶晨真是苏总养的软饭男, 看样子应该是啊, 不然的话, 苏总为什么要帮他呢, 不过一个软饭男而已, 再怎么样, 也不可能跟轩哥这个正牌老公比啊, 也对, 苏总不让轩哥动手, 无非就是看警察在场, 想用这种方式保护轩哥, 周子轩上前两步, 抓起苏寒烟的手, 就算他是你养的软饭男, 你也没必要阻止我打他, 我才是即将与你成婚的老公, 周子轩话语里尽是不满, 苏寒烟愤然甩开周子轩的手, 立声怒吓, 滚开, 周子轩彻底竟愣住了, 满面错愕地看着苏寒烟, 似乎是没想到, 一向温柔体贴的苏寒烟, 竟然会有如此凶狠的一面, 其他人也是一脸莫名其妙, 这是怎么回事, 在全场的注视下, 苏寒烟来到我的面前, 化成柔弱无骨的小女人, 轻轻抓着我的衣角, 诚诚恳恳认错, 老公, 我错了, 对不起, 这是怎么回事, 轩哥, 为什么苏总会喊叶臣老公啊, 他们到底什么关系, 老同学们回过神, 纷纷对周子轩发出了灵魂拷问, 周子轩面色惨白, 仿佛受到了巨大打击, 他缓了好一会儿, 才猛然回神, 对着苏寒烟歇斯底里的质问, 苏寒烟,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为什么要对着这个软饭男叫老公, 今天可是我们的大婚之日, 你怎么能当着我的面, 叫别人老公, 周子轩的情绪彻底失控, 显然难以接受这个事实, 你不是说你心里只有我吗, 你不是说你单身吗, 你不是说结婚证并不重要, 只要我们有个盛大的婚礼就可以了吗, 你怎么可以骗我, 你说话呀, 周子轩越说越激动, 额头轻轻都抱起了, 苏寒烟狠狠瞪着周子轩, 愤然怒吼, 赶紧给我闭嘴, 你知不知道, 你这是在摧毁我的人生, 周子轩双眼瞪得老大, 不敢置信地看着这个冷漠到绝情的女人, 他真是做梦都没想到, 自己掏心掏肺爱着的女人, 竟然会有这样陌生的一面, 苏寒烟此时哪有心思顾及周子轩的感受, 他只为自己捏了一把汗, 他继续捏着我的衣脚, 轻轻摇摆, 像个做了错事的孩子一般, 对着我小心翼翼地开口, 老公, 人家知道错了, 求你原谅我这次吗, 苏寒烟跟往常一样, 对着我暧昧撒娇, 希望我能一如既往地被打动,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失望到, 苏寒烟, 结婚前, 你曾跟我保证过, 这辈子只会致死不予爱我一个人, 可结果呢, 我只向周子轩继续道, 你一边说爱我, 一边在外面又跟别人结婚, 难怪以前我会在路上突然撞到你, 而你又二话不说, 独自离开, 难怪以前在咖啡厅, 你会那么碰巧地出面替我解围, 还让我不要追究那个女人的污蔑罪, 说她也只是不小心误会而已, 难怪我把你带回家, 你知道我真实身份的时候, 并没有表现出任何震惊, 现在想想, 你怕是早就盯上我吧, 当年的那场车祸, 就是你处心几率接近我的方式, 对吗, 你早就了解了我家的情况, 所以才想尽办法引起我的注意, 一边拿我当你成功路上的踏板, 一边拿着我的钱在外面养别的男人, 苏寒烟, 你还真是藏得深啊, 从前我一直沉浸在苏寒烟对我无微不至的爱里, 根本没有怀疑过她, 可原来, 那些令我感动的瞬间, 都是苏寒烟的精心布局, 太可笑了, 亏我还一直以为自己找到了真爱, 亏我将她当成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人, 老公, 老公我是真心爱你的, 这件事我会给你处理好, 我保证, 不会再有下次了, 苏寒烟不停地拉扯着我, 神情满是惶恐, 仿佛是真的害怕失去我, 周子萱还是一头雾水的状态, 他很不解地对苏寒烟问道, 苏寒烟, 你在干什么, 你可是圣鼎集团的总裁啊, 就算他是你老公, 你也没必要这么低声下气啊, 你为什么要这么低姿态地去讨好他, 苏寒烟气的双眼通红, 怒瞪向周子萱, 大声道, 因为我所拥有的一切, 都是他给的, 话音刚落, 数十辆豪华黑色商务车突然停在了路边, 紧接着, 一大群西装革履, 戴着墨镜的保镖, 井然有序地下车, 他们直奔我面前, 恭敬弯腰, 叶董, 保镖声音整齐响亮, 震动人心, 这一瞬, 全场人都惊呆了, 大家就是再傻, 也看出了, 我的身份非同凡响, 直到这一刻, 他们才意识到, 自己是真踢到铁板了, 我冷漠地看了眼他们, 随即对着警察诉声道, 警察同志, 这些人当众对我进行诽谤, 殴打, 还毁坏了我, 价值数义的古董字画, 这件事, 我不接受任何条件, 请你们严肃处理, 行, 警察点了点头, 很迅速地将参与到这件事的人, 全部带去了警局, 临走前还叮嘱我把所有损坏物品的价值证明, 类似购买发票之类的东西, 以及我的伤情报告, 全部带到警局, 到时逐一清算问责, 我去医院处理伤口, 开好报告后, 便带上所有的资料, 去往了警局, 警局内, 那些原本气焰嚣张的老同学, 此刻全都愁眉不展, 之前, 他们之所以对周子轩百般讨好, 完全是因为, 忌惮苏涵因圣鼎集团女总裁的身份, 他们以为周子轩是圣鼎集团未来的男主人, 所以各种跪舔攀附, 可现在, 他们积极讨好的所谓男主人, 原来是他们一直瞧不起的软饭男, 而我这个被他们欺辱的所谓软饭男, 却是真正的大佬, 这让他们跟吃了一口苍蝇一样, 恶心又难受, 一个个看向周子轩的眼神, 锐利的仿佛能杀人, 周子轩这会儿已经彻底失去了灵魂, 他受到了此生最大的打击, 不单单是要面对巨额赔偿, 更重要的是, 他今天口口声声说自己最痛恨软饭男小三, 结果闹了半天, 他自己才是那个软饭男小三, 这下, 婚礼成了笑话, 他更是成为了众人的笑柄, 这个事实, 他无法接受, 警察们拿着我带来的资料一一核对, 最后清算出周子轩等人光是打杂毁坏的物件都价值九一六千万, 一听到这数字, 众人纷纷骇然变色, 这, 这怎么可能啊, 他为什么会这么有钱, 警察同志, 你们可别被他给骗了啊, 就是, 我们都是高中同学, 他读高中时一直都很朴素, 看上去根本就不像是什么有钱人啊, 对, 我建议你们好好查查那些钱的来路, 说不定都是些脏钱, 对对对, 肯定是坑的别人的钱, 老同学们仍旧不服, 还在坐着垂死挣扎, 他们不信我的钱来路干净, 字字句句都是诋毁, 文言, 警察冷哼了一声, 我们刚刚已经调查过了, 人家可是首富之子, 身价不是你们能估量的, 只是人家低调罢了, 可他的低调, 却成了你们肆意欺负人的理由, 一袭话将众人赌得哑口无言, 警察继续道, 光是你们造成的金额损失, 就足够你们把牢底做穿了, 有时间在这怀疑别人的身份, 还不如好好想想怎么赔偿, 毕竟他可是坚决表明, 不接受任何调解的, 九一六千万, 这对在场的每一个人来说, 都是天文数字, 他们赔不起, 只能继续耍赖, 几个老同学依旧义正词严, 对我不满道, 大家同学一场, 你都那么有钱了, 还真对我们干嘛, 就是, 这只是个误会而已, 说开了就行了, 这么多年的同学情, 你犯不着把我们往绝路上逼吧, 不就砸坏你一辆车和一些藏品吗, 你都是首富之子了, 不会这么小钱, 还跟我们计较这点钱吧, 对啊, 看你现在这样, 身上的伤也没什么事, 就别斤斤计较了, 他们一个个说的理直气壮, 仿佛九一六千万, 对他们来说就是动动嘴皮子的事, 又或者说, 他们觉得我有钱, 觉得我没被打死, 就该当一个冤打头, 吃下这个亏, 我冷笑一声, 直接道, 现在知道大家都是同学了, 你们打我的时候, 怎么不想想, 咱们这么多年的同学情呢, 你们砸东西的时候不是很嚣张吗, 现在要我别跟你们计较是什么意思, 怎么, 有本事砸, 没本事赔, 高中时期, 我一直低调自处, 埋头读书, 从没有主动招惹过是非, 可周子轩却总是招我麻烦, 说我装清高, 说我不合群, 还会带着一群人欺负我, 那个时候, 这群人就没少起哄, 当时为了不惹麻烦, 我都是忍气吞声, 能躲则躲, 可没想到, 我的退让, 却让他们越来越肆无忌惮, 今天更是毫不留情地把我往死里打, 若再不给他们一个教训, 他们只会更肆意地欺负弱小, 见我油颜不尽, 那些老同学才终于慌了, 他们不敢再与我叫板, 而是统一将矛头指向了周子轩, 都是你这个废物, 没有搞清楚情况, 就胡说八道, 就是, 明明自己是软饭男, 还污蔑别人, 牵连了我们, 还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圣顶集团未来的男主人, 你要脸吗, 害得我们为了讨好你, 惹得一身骚, 这些钱, 你自己赔, 跟我们无关, 没错, 都是你害的, 这九亿六千万, 你一个人承担, 休想让我们给你贪钱, 面对这些同学的指责, 周子轩怒气冲天, 毫不客气地反击, 你们这群畜生, 还有脸说我, 从高中开始, 你们就喜欢怂恿我去欺负人, 这次要不是你们自己想要攀附权贵, 一直怂恿起哄, 我会做到这一步, 以为我是圣顶男主人的时候, 给我百般讨好, 巴不得给我舔邪, 现在出事了, 就一个个翻脸不认人士了, 就你们这下贱德行, 一看就是天生当狗的料, 今天你们一个都别想跑, 周子轩跟这些老同学对骂了起来, 争执不休, 要不是警察及时拦下, 他们差点都打起来了, 一通争执过后, 老同学们又开始为自己狡辩, 都说自己没砸什么, 全部都是别人砸的, 有的在狡辩, 没参与打人, 后来警察拿出闹事现场的监控, 在高清摄像头的监控之下, 他们才闭了嘴, 哑口无言, 每个人都只能按照自己的所作所为, 来进行赔偿, 有的人为了不坐牢, 到处诉苦要钱, 砸锅卖铁东拼西凑, 完成赔偿之后, 颓然离去, 有的人则因为这件事, 收到了另一半的离婚协议, 还被亲朋好友拉黑, 他们钱也借不到, 只能依法被关押拘留, 至于周子轩, 整个打杂行动他最积极, 他身上背的债务自然最多, 面对这巨额索赔, 周子轩束手无策, 只能将目光对准苏寒烟, 寒烟, 你看在我们这几年的感情, 就帮帮我吧, 这么多钱, 就算把我卖了也赔不起啊, 周子轩声泪俱下, 可怜兮兮, 苏寒烟实在于心不忍, 犹豫一番过后, 他看向我, 祈求道, 老公, 咱们没必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吧, 你就看在我们夫妻多年的份上, 给我一个面子, 别跟他计较了吧, 我冷漠地看向苏寒烟, 给你面子, 苏寒烟, 你觉得你在我这, 还有面子吗? 一想到我们夫妻多年, 我一直被你的虚情假意蒙在鼓里, 我就恶心, 离婚协议书我已经拟好了, 今天开始, 你我再无瓜葛, 说完, 我头也不回地离去, 就这样, 周子轩和那些付不起赔偿金的老同学, 都被起诉送进了监狱, 就连我的高中班主任, 也因为这件事, 接受调查, 至于苏寒烟, 则按照协议, 净身出户, 听说后面周子轩和那些老同学, 在牢狱之中发生了矛盾, 周子轩被他们群殴制, 终生残疾, 所有参与殴打的人员, 在家刑期, 在监狱里叫苦连天, 而我则从一生一世一双人的夫妻生活, 回归到了平静无波的单身生活, 虽然不太习惯, 但也算自在, 直到三年后的一天, 我出去晨跑, 看到一个面目猙獰的男人, 拿着一条皮带, 满大街追着一个女人跑, 他一边追, 一边破口大骂, 你个贱人, 让你出轨, 让你偷人, 老子今天非打死你不可, 那个女人被他追的鞋, 都跑掉了一只, 也不敢回头, 我仔细一看, 那不就是苏寒烟吗?